楊明早前入獄服刑18天 李丹官司困擾了他超過兩年多 精神飽受折磨,還經常去觀幽廟求神拜佛 不過,乘一套年,據知本身是佛教徒的楊明 都有一個新開始 同女友莊斯明,齊齊轉信耶穌 有指楊明在年紀前受無線高陳諾易靈影響 慢慢接觸到基督教 過去一年經常跟諾小姐去教會做崇拜 而楊明亦曾經說過 在獄中會看聖經幫助自己度過最艱難的日子 就改變信仰一事,楊明說已經回教會超過一年 讀書時是回教會學校,也有接觸過基督教 現在回教會唱詩歌輕鬆一下 但一直都是了解和認識,未算是虔誠的教徒 至於女友莊斯明,也跟隨男友成為基督徒 還說回教會後,有種很平靜、很平安的感覺 在過程中有很多得著 還感激大他們信主的朋友 就這樣說 有種很平靜、很平靜、很平靜、很平靜 有種很平靜、很平靜、很平靜